台台案順向這個國務部來 申請設立國際進行行為 不過上禮拜毫無會議 有代表的煩惱會影響到 現有行為的主委 投票案下 國務長培問中是說 以創新條例設立的行為 不會影響到聯合主委 四十幾間國立台海校長 都出現必要的時候 要準備台來比順 離婚醫教育文化委員會 先早一百十三年 到國務部跟所有的單位 有算 還在台下無包含負責的便宜 台台有算上座 有兩百零利益六千多萬 我們特別加強的國際化這一塊 還有在對弱勢團而照顧 台台要跟台的 學生學生照顧提升國際化的頂度 也不過怕算向國部來 申請設立國際進行行為 在二十一年的學務會議 因為有學務代表 擔憂會影響現在學員的資源 導表決定之後再討論 到部長的討論中說 經過創新條例 設立的行為 不會去排輯 占用任何資源 鼓勵各大學能夠衡量 包含能夠募集社會的相關的資源 那麼來搭配國發會的國發基金 不會去動用到任何的教育跟學校的 這樣的資金 創新條例有算不動用任何教育和學校的資金 那是學校要讓更多的 國際學生來臺灣 留在臺灣 每年股東高校有算 也變7.4億 但是正前是團出 香港官方是禁止我們台下用國立的名聲來選團交信 博文中說 我們還要維持我們一定的國格 那如果有地方或有一些區域 國家能夠會用那種矮化我國的這種名稱 我想這部分我們是不能接受 博文中提出學校去海外教育和教育各個學生 都要維持國際 經過教育和劉委會的民國 原本有50件學校要參加 是減少到39件 即將稍微新聞台北報導